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听说这个馆要开了嘛 因为一般要是看熊猫得到南方去看嘛 在咱们东北亚伯利有这么一个馆 觉得机会挺难得的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熊猫喂的竹叶 这个竹叶是由四川空运过来的 我们会每四天进空运一次 我们在室内设置了空调 在夏季的时候常年空在这个温度 在20摄氏左右 然后冬天呢 这个黑洞浆比较冷 大家也都知道中文嘛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些暖气 在冬天的时候给他提供一些保暖 有一些加分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北方的天气 相对于四川来说比较干燥 然后我们设置了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每一个大熊猫的室内活动场 我们都设置了一个循环水池 这个24小时负面的循环 加持一下这个冰激湿度 让熊猫呆得更加舒服 更加适用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来说 这个冰激湿度 我们来说 我们在等待好 这块发生了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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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